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但是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7月10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航空,聊一聊航空安全 最近在全国民航年终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新任民航局局长叫宋志勇 他透露了民航今年上半年的一些运行的情况 主要是数据 这个宋志勇指出 疫情前民航业连续11年盈利 2019年利润总额达到549亿元 而疫情以来累计亏损3000亿元 今年上半年亏损就超过了2020年2021年的全年的亏损 截至目前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达82.2% 较疫情前删升12个百分点 12家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100% 2020、2021、2022这三年受疫情影响 这个航空公司经营业绩不理想或者是非常困难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各地航班大量的取消减少 而且还有熔断的 航班本身就变来变去 2022年的时候啊 这个日航班量最低的时候只有3000班 而2019年这个同期啊 平均的日航班量是16000班 就跌到了只有20%的不到 就可见这个民航的日子不好过 那么2022年为什么更严重呢 2022年上半年的亏损和2020年 2021年全年的亏损是一样的 那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那2022年亏损就是前两年亏损的成倍的增加 这个主要原因呢 跟疫情相关 这个不用质疑 今年上半年 上海和北京受的影响非常大 整个上海有两个月是溶断的吧 就是航班绝对大量减少 咱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 浦东机场 虹桥机场 人不能进 不能出 全部就地隔离的呢 2020年 2021年 并没有发生北京上海这样的主要城市 龙头啊 一下给你摁住三个月 北京机场 虹桥机场 浦东机场 可能是中国最忙的三个机场 北京首都机场 现在达新机场 可能也还比较忙 当然这是疫情原因 还有叠加其他的原因 一个就是俄乌战争啊 肯定有影响 因为这个油价涨了 最高涨到快120亿桶了吧 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就是航油嘛 油这一块 咱们航空公司在这种疫情因素啊 还有高油价的这种因素 导致航空公司啊 很多航班取消 然后加上这个大量的飞机啊 现在是停飞 以前每架飞机每天大概是飞行将近九个小时 现在每架飞机大概每天只能飞四个小时 再加上因为疫情啊 防疫啊 它航空公司的很多硬性成本增加 就给你防疫抗疫相关的支出 别看这个小数字啊 其实这很大呀 这些耗材 防疫抗疫的这些物资 还有人员准备 这些其实都是钱的 这个就让民行业啊 雪善加霜 中国啊 这十几年这个民行发展非常快 非常迅速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市场远远没有饱和 还有很大的空间 广阔的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你看啊 这个首都机场 虹桥 浦东 这些机场 别看那么繁忙 这个中国每天起飞的价次啊 一天都一万多啊 一万五一万六的 这么多价次 但是中国人坐飞机的 只有三亿人坐过飞机 还有十亿人 根本就没坐过飞机 你这个相比较而言 中国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动不动 跟波音摔一个大单子 给空客摔一个大单子 玩这种平衡 据我了解啊 中国跟空客 你要下个订单 可能能排到五年以后 中国可能是民航市场啊 就是波音空客的最大的扣 就毫不夸张的说啊 中国一旦这个民航业啊 稳定发展啊 健康发展 那波音或者空客 要有一家企业专门为中国服务 因为市场潜力太大了 而且各地啊 大基建都是在修机场 现在很多地级是开始修机场 那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民航业这三年日子非常难过 这个大家清楚 一个亏损的企业 各方面支出啊 都要缩减尤其是人员工资啊 各种维修费用 奖金奖励都会下降 而这些呢 跟这个飞行安全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以咱们经常见的啊 这个空姐来说 以前这些人啊 飞一个国际航班 得补贴了多少钱啊 一个班次 基本的工资是多少 然后提成多少 或者是奖励多少 一年要飞多少个班次 他们的收入呢 就比较可观 令人羡慕 但是现在你看 国际航班好的都熔断了 顶多有几班呢 特别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 你要得找关系 跟领导关系好 你才能飞这一趟航班 飞完了之后 两边都得隔离 实际上他一年飞不了多少次 就这个 还得打破头去竞争 内卷家具 收入还下降 这是空姐 跟飞行安全相关性还小一点 但是跟飞行安全相关性最大的 就是控制飞机的 飞行员 机长 这些人的收入 实际上一样的在下降 比空姐下降的还厉害 因为他们收入可能高一点 他少飞一个半次 他少赚多少钱 他正常的这个年份 还一年飞多少个半次 那现在的可能 只占以前的十分之一 可以说 就是大部分飞行员 收入可能比以前少了一大半 你说这个半年 可以 大家能扛 两年三年 未来还看不到头 这个就受不了了 因为这些人 你想都要还房贷啊 都善又老 下又小 压力都非常大 头上还顶着光环 还有点开飞机的 怎么回事 多有钱 实际上呢 收入少的可怜 就这几年啊 那这机长 飞行员都这个待遇 那大量的地面 叫空勤人员 或者叫地勤人员 维修保养的 收入都会下降 面临的是一样的问题 时间长了 这人的思想就会麻痹 就会不满情绪产生 就会导致啊 安全事故 应该是两个月 三个月前 东航那个事故 到现在结论还没下 调查的结果 报告还没出来 但是国外都已经在传了 说的这个就是人的因素 这人的因素 终归啊 又跟经济挂钩了 实际上这个收入下降 从两个方面 影响着这个飞行员 和这些地勤人员 一个就是收入下降 他这个责任心呢 肯定就会下降 我刚才说了 你半年可以啊 你长期这样 人家受不了 拿的钱又少 压力又大 还得每次 还得跟以前那样的细心 那样负责任 那样精心尽力 这恐怕都是口号 咱们不能说物质刺激他 让他这个有责任心 注意安全 精心的去维护飞机 检修 或者尽心的去驾驶飞机 但是你起码还给人保障 让人家生活 没什么太大的忧虑 这样他的注意力 不就更加集中一点吗 还有一种就是 收入太低 导致各种矛盾爆发 导致他想不开 走极端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来能干好的事 他就是不干好 破关子破摔 那你比如说 最近国行出了个事情 大家看段视频啊 我不是说 这是我 我以前在国内坐飞机的时候 我只坐国航 其他航空都不坐 除非到那个地方没有国航航班 不过没有国航航班的地方我也不去啊 我只相信国航 这是我听一个业内人士跟我说的 建议我以后坐飞机只坐国航的 他原因没说的太多 他说国航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为什么高啊 他说国航主要是抓得紧 这种地勤 这种维修保养 对飞机的维护 他说是抓得最紧的 那你想想 这三年疫情下来 连国航都出现这样的事情 螺丝都要掉了 已经掉了 对吧 还有要掉的 都已经松动了 当然了 有的人特别喜欢抬杠 你看说 这个整流罩掉了 不要紧的 不影响飞机安全 实际上这叫管中溃爆 可见一斑 就是你通过这个螺丝 松动了 没人管 检修不到位 你就知道 他整个的飞机维修水平 保养水平 维护水平 他已经下降了一个档次了 这不是整流罩的事 不是一个螺丝的事 这反映了国航 整个对飞机的运维 以前是95分 现在可能只有90分了 或者是85分 你只能这么去理解 你看民航收入一下降 直接的反应就是 各种各样的事故 就会多了起来 大家新闻搜一下就知道了 不是冲出跑道 就是这个问题 或者那个问题 还复飞的 反正看着都挺吓人的 你想这本身飞机的航班就少了 对吧 这占以前的五分之一 但是呢 出事的还多了 那你想这个比例 就出事的比例事故率啊 那是以前正常的时候是几十倍啊 当然了 咱们说航空事故 不是说非得飞机掉下来呢 那种惨烈的 为什么这种事故 或者这种苗头 频发呢 可以百分之百的跟大家说 跟收入下降有关 这个民行业收入一下降 这些从业人员 他就在想折啊 不能坐以待毙啊 那就以前一些不能干的事情 现在都想办法去干啊 带货啊 有的还兼职 一个月都飞不了一次航班 那人家兼职很正常 要补贴家用啊 要大量的离职的 这个很多 这个优秀的从业人员 就离开这个民行业 因为他没办法 活不下去啊 大家可以看个视频 最近的各位游客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武林夜市 希望你们在这边 玩得开心 吃得开心 哈喽大家好 我叫谭秋雨 来自江苏联营港 然后之前是在航空公司工作 现在来武林夜市摆摊 这是我的摊位 欢迎大家来品尝哦 刚好我们住的酒店楼下老板娘 她就是有这样一个小车来卖的 那我们想既然都来了 那我们也顺道学习一下 然后我们就花了学费 然后去学习 杭州这个城市 我觉得它包容性非常大 好多年轻人出来创业 像那种后备箱集市啊 或者各种活动呀 然后我们想着 这边年轻人这么多 也是考察了好几个夜市 才选择的武林夜市 这边人流量非常多 而且它算是一个像 类似于西湖这样的一个打卡地点 来旅游的话 可能就会来武林夜市玩 因为之前的工作也是 正儿八经父母都认可的 这种正经工作嘛 然后后来来摆摊的时候 也就拉个小车 提着个热水壶 还怕遇到熟人 就是有点害羞嘛 人家想着 哎 这个好像公司 那个辞职了 出来摆地摊了 说着也挺笑话 但是后来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对错 自己喜欢做人出来的话 也不一定比上班差 这样自己当老板挺好的 我们觉得这个 我们自己的产品 资深的产品 还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确实 这些都导致了这个 这个整个航空业水平要下降 航空业这个水平一下降 这个风险因素就要上升 所以老出事故 所幸的都是小事故 但是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出大事故 像东航那样的 所以说啊 如果说疫情还继续这样 还是动态清零 航空公司 航班还是不能恢复 航空业肯定还持续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坐飞机 尽量不坐飞机 出行坐高铁 当然你要是国际航班 那没办法 那你可以选择做国外的航空公司的 因为他们影响比较小 他们也有影响 他们国内航班正常 所以他们的总体影响小一点 咱们是国内国际航班都不正常 国际航班是最赚钱的 所以说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 那大家尽量减少坐飞机的次数 能不做就不做 连国航都出现这样的小事故 这就说明这个情况不容忽视了 大家可以搜一下 2019年以前国航有没有什么负面新闻出来 就关于安全的 基本上没有一条 没有出过任何一个 哪怕微小的飞行隐患都没有 因为他抓得很紧 但是现在你看他出现这个情况 真是不容乐观呢 所以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这个民航也继续这样 疫情防控 还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大家出行啊 首选不要选飞机 选高铁 因为现在到很多地方坐高铁 你要把那个登机时间啊 什么来回的时间给算上 坐高铁也差不多 都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比如说北京到上海 高铁应该是五个小时吧 飞机飞是一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半小时 但是你两头安检啊 出账啊 等等吧 这个飞机也节约不了多长时间 而这个票价呢 差不多的 因为那个 你可能机票显得便宜一点 但是你把那个燃油付加费 机场兼职费一加 差不多 甚至还贵一点 高铁也有事物 但是相对安全的多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非必要不出门 好 这期节目吧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